在二战打响的前一夜 美国军方发出了一个紧急订单 给美国当时150家左右的汽车制造商 他们必须要赶快设计出一台四驱车 又不能太重 又要有越野能力的 要四驱的 然后设计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要做出来 而且第一批DEMO量产的 需要大概90天之后做出来 最后这台车肯定是做出来了 而且因为这台车改变了二战的结果可以说 这台车呢 二战结束之后呢 开始民用 第一个做出来呢 应该是Willis MA 其实这是军方的 M.A.就是M.A.就是M.A. M.A. 军方第一个版本吧 那战事结束在这个民用里面呢 就是Willis MB 这也是其实最早的一个名字 那这台车当然最后就变成了 我们都熟悉和认识的吉普木马人 但在吉普木马人里面呢 最恶名远招的越野能力 最为人所知的车型 最在荒山野岭信得过的一个车型 就是卢比肯 但是卢比肯的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呢 记得在唐大叔最早的一个视频里面 基本上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视频 讲了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当时二战期间呢 这个大家边打边进边败边退 最后就跑到了这个 一个叫卢比肯小道的地方 然后呢 所有的车辆都过不去 这时候只有一辆车过去了 那慢慢这台车呢 最后当然就是变成吉普木马人了 而这个因为越野能力 和这个 这一件算是意识吧 军事意识之后呢 大家就把这台车命名为卢比肯 另外一个版本呢 应该也比较可信 大家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越野的trails 那其中一个 大家可以公认难度为一级吧 或者十级的最难的这么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卢比肯 那最早 吉普公司吧 就这么叫吧 吉普公司来做这个吉普的时候呢 为了测试它的越野能力 那就会在这个地方测试 只有能顺利完成这一个trail的车 那才是trail rated 对吧 简单这么理解 那当时 第一款可以做到这个的 那就是吉普木马人了 当然 所以呢 吉普木马人就以这个为命名 大概呢 这两个版本 我觉得你可以 自己喜欢相信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好了 说了一大圈 为什么唐大叔说这么多废话呢 因为吉普木马人卢比肯呢 是唐大叔第一个做的视频 当时呢 半懂不懂吧 也是这个 班门弄斧的这么 讲的其实很很有激情 也很开心 那现在过了很久之后呢 所有的车型都讲了一遍 我觉得有必要 把唐大叔对吉普木马人 特别是卢比肯这台车的 新的认识和感觉 再算是part two吧 或者重置一下 生于和平年代 但应该是活在一个 这种充满挑战的一个环境 而不是在盛世里面 大街上开的 油车盒的这么一台车 所以唐大叔呢 故意没拿原装的车 其中一个用意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买Lubicon 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个改装盒 把它的潜力发挥到极致 是应该放到这个 第一件事上面吧 或者做一个主要考虑的东西 所以我们大家面前这一台呢 Lubicon呢 已经提高了两寸 然后呢配的是一个 这个35寸轮胎和16寸的轮毂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做法 提高两寸 如果想要放到37寸左右的时候呢 那必须要升到3.5寸到4寸了 但是呢 唐大叔今天讲的重点不是这个车 改的多牛叉或者不牛叉或者怎么样 而是说重新整理一下 经过这么长时间唐大叔喜欢木马人了解木马人的一个过程之后 跟大家好好聊聊木马人 这个鲁比肯这台车 其实鲁比肯这台车 如果不能简单的就是以它的价格 或者以它的这个所谓的车子级别 对吧 这么来说 这个吉普木马人就是一个大乐高玩具 当然乐高玩具 它是拿来越野的乐高玩具 越野的时候呢 它需要很多配置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一些原厂配好的东西 甚至配的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 也可以呢 就买一个最基本的运动版 剩下所有东西自己换 那鲁比肯呢 就是等于说一个出厂就非常有能力的 这个或者在量产的车里面 可以说那已经是number one最厉害的车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厂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乐高的架子 剩下东西自己去搭 所以呢 鲁比肯 这台车呢 我觉得从配置的角的话 如果你真的打算入手 其实有两种情况 只有两种情况 那第一种 我们就选3.73的肘笔 为什么不要4.1啊 不要4.1 3.73的开起来很有木马人的感觉 如果你还没准备很夸张的越野或者爬石头 3.73可以 油耗也比较好 接下来如果你真的打算开始要改了 直接就加高个3.54寸 然后换成37寸的轮子 35寸也不要了 那这样子的话 再把那个肘笔自己去换掉 甚至换大的 这个5点几的都可以去换 或者4点几几的都可以再去换 4.1都跳过了 那第二种呢 就是4.1 像我今天眼前这个 4.1的轴笔原厂就选好 一上手呢 把轮子换掉 换成35寸 加高2寸 这样是个非常完美的组合 特别是两门的这样一个 基本上 再加上卢宾肯本身的前后 DNA44 加上它那个 Spherebot Disconnect的 电子的这种 Disconnect和Locker 基本上全都搞定了 一般来讲 这个全世界 越野99%的地方 都可以随便去了 那所以是这两条路可以去选 当然 有一些人呢 就冲着这个 卢必肯的牌子去买 那唐大叔的建议很简单 去买一个贴纸 这就是那唐大叔今天 跟大家分享这个 所谓是一些新的体会吧 对卢必肯 车讲的不多 那车的方面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做过的硬石头板 甚至是第一次的Lubicon 这个讲的好不好呢 但是不管 但是讲的很全 那今天呢 主要是讲讲这些 抛砖引玉 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那如果大家对选择哪个 吉普木耳人有疑问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还有另外 当然如果想要买吉普木耳人呢 住在温村的话 一定要来找唐大叔 不要再跟我说 这个谢谢唐大叔的视频 我们学了很多 但我车已经买好了 唐大叔呢 也是在这个加拿大最大的 克莱斯勒4S店 这个唯一的华语销售 在兰里克莱斯勒 可以来找我 广告不多说了啊 就那么几句了 好的 今天呢 趁着这个天气 跟大家聊聊吉普 很开心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